世界四大巨石镇之一 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 老沃丰沙湾的石岗平原 现在看到的这些石岗啊 都有2500年到3000年前以上的历史 最小的一吨多重 最大的有六吨 这个呢是SET3 历史学家研究啊 这些石岗呢都不是这里本地的石头 都是在外地做好之后运到这里来的 到底呢是做什么用 现在还不知道 历史学家还没有研究出来 有人说是除酒的 有人说呢是以前装士兵尸体的 还有人说呢这个呢是以前的粮仓 现在我们看到呢这个是SET3 这里的石岗呢还是比较密集的 地方不大 但是呢石岗非常密集 看得非常清楚 哇2500年到3000年的历史啊 真的是不容易啊 能保留下来这么完好 而且呢这里呢呃在1960年代到1970年代的时候呢 呃是战场 呃美军呢呃为了消灭老挝共产党和北越 就是现在的那个呃越南共产党啊 所以呢对这里啊进行了长达九年的轰炸 几十万吨炮弹都落在了这个石岗平原上面 非常漂亮 啊这些石岗呢大部分都在呃一米到两米之间 石岗平原SET2 这里的石岗明显比SET3的要大很多 高的呢有两米多高 来我们看洞里面哦 缸里全是水 这是很大一个缸 好这里有块很大的树 树把这个缸都围起来了嗯 嗯钢的历史是比树的历史呢要长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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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文化遗产 世界四大巨石镇之一 老卧 风沙湾 石岗平原 赛特一 这个呢是离市区最近的 只有六公里 来的人也最多 貌似石岗也最多 但是我觉得保存最完好的 还是赛特二 而且呢个头也比较大 山坡上那边远处还有 附近呢正在造一个寺庙 啊 这边有牛在吃草 啊 当地老百姓的牛 还有很多野花 啊 这里呢有一个像蜗牛壳一样的盖子 啊 不知道是不是原来这个石岗上面的 啊 只有一个 而且呢是残缺不全的 啊 不知道是不是原物 啊 两千五百年到三千年的历史啊 真的是很漂亮 老窝呢 人比较少 而且呢交通也不方便 所以呢 来这里的老外呢 也不多 本地人估计也不怎么来这边玩 所以呢 旅游的 呃 舒适度和体原度啊是蛮好的 嗯 非常不错 呃 人少少的 呃 想拍照 愿拍 呃 不像中国 到处人满为患 人山人海 皮泡蒙腾 皮泡西 这边好像有一个本地的家庭啊 然后在这边搞什么户外互动 感觉像是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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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